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秘分财富早报,我是今天主播Zoe,以及我们的助理分析师团队Nancy Oliver 大概第一则要问,美股继续回升,接近历史高位,特斯拉大涨5.7% 标普500指数上涨0.62%至4726点,接近历史高位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55%至35951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85%至15653点,特斯拉大涨5.7% 航空公司和游轮公司是本周最大的赢家,加年华Carnival本周上涨了近16% 希尔顿本周上涨约9.8% 现就表明Omicron的住院风险低于其他COVID变体,这有助于提振市场情绪 Nicola交付首辆电动卡车,股价飙升23% 该公司在推特上宣布,其首个客户交付完成后的第二天,股价飙升23% 并表明未来还会有更多客户完成交付 本周早些时候,Nicola表示已同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支付1.25亿美元 以解决关于通过在其产品、技术和业务前景方面误导投资者的指控 美国药监局批准默克制药抗新冠药片居家使用 美国监管机构批准使用默克的COVID-19药丸用于家庭治疗 感染者可以采用这种最新的方法来避免住院 在一项关键研究中,默克的药物在降低住院和死亡风险方面,有效率为30% 该药物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在药房、医生办公室和其他地方上架 尽管默克表示正在加大生产力度,但初始供应量仍将有限 来看美股排行榜 涨幅榜第一名,汽车制造商特斯拉上涨5.7% 第二名,大众传媒公司VIAC上涨4.8% 第三名,计算机内存生产公司MU上涨4.5% 涨幅榜第一名,天然气公司CTRA下跌1.8% 第二名,医疗器械公司HOLX下跌1.4% 第三名,生物制药辉瑞下跌1.4% 来看欧股部分 欧股继续回升,旅游休闲股领涨 Omicron担心进一步减轻 贩欧600指数收盘上涨1% 旅游和休闲指数上涨1.7% 在对COVID的乐观情绪中领涨 航空股表现最佳 瑞安航空周三表示 全年亏损的预期增加力倍多 理由是几个主要市场因冠状病毒而出现旅游限制 该航空公司的股价在周四小幅上涨1% 研究发现,10月1日至11月3日 在南非被诊断患有Omicron的人住院的可能性 比他们在同一时期发现的其他变体低80% 欧股排行榜 涨幅榜第一名 电子商务公司TSG上涨5.5% 第二名投资公司Process上涨4.6% 第三名金融服务公司Algon上涨4.6% 跌幅榜第一名电子商务公司Aligro下跌6.2% 第二名私募股权公司EQT下跌4.1% 第三名石油勘探商Aker BP下跌3.6% 下面来看市场快讯 油价创四周新高 因库存减少 病毒担心消退 油价四个星期以来 首次收于每桶73美元上方 因为有迹象表明 Omicron变体可能不如之前的变体那么严重 这缓解了对石油需求受到冲击的担忧 加拿大经济连续第六个月增长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11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0.3% 10月份的经济增长了0.8% 在当局取消大多数COVID限制之后 下半年出现强劲反弹 这一增长使GDP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美国耐用品订单超预期增长 美国工厂11月耐用品订单增幅为6个月以来最大 超出预期 表明需求稳定 这将有助于推动2022年初的生产增长 所有耐用品的预定量较上月增长2.5% 其中商用飞机订单急剧增加34.1% 汽车订单增加1% 美国初勤失业申请处历史地位 由于强劲的劳动力市场使裁员人数保持在较低水平 上周申请失业救济的工人人徘徊在1969年以来最低水平 截至12月18日当周 初勤失业金人数保持不变为20万5千人 技术公司SeaChange与人工智能公司交易后股价飙升了50% SeaChange International股价上涨50%至2.68美元 此前该公司表示将与Trailer合并将这家人工智能公司上市 拟益的业务合并对合并后的公司的估值约为50亿美元 马斯克抛售特斯拉股票总值达150亿美元 特斯拉CEO马斯克现在已经行使了几乎所有将于8月到期的既得股票期权 自上个月他开始进行一系列此类交易以来 他的股票总抛售额已超过150亿美元 下面是两则澳股快讯 利托暂停在塞尔维亚的礼矿项目 由于环保组织的抗议 塞尔维亚西部的市政当局取消了对为该矿分配土地的计划后 利托计划暂停在其在该地区的价值33亿澳元的礼矿项目 开矿与否将取决于环境研究结果和公投结果 澳财富管理公司AMP出售其基础设施债务平台 AMP宣布以4.28亿澳元现金将其基础设施债务平台出售给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资产管理公司Iris Management 这笔交易将有助于其私人市场业务 专注于股权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 最后是大宗商品最新价格 原油最新价格为73.71美元 上升1.37% 天然气价格为3.726美元 下降6.11% 荷燃料釉价格为43.95美元 价格保持不变 煤炭价格为169.5美元 上升0.3% 黄金价格为1808.1美元 上升0.26% 铜的价格为4.3925美元 上涨0.02% 铁矿石价格为124.48美元 上涨9.2% 以上是我们的信息来源 密分财富 智慧理财 全球精选 私人定制 嘉义长青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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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